在117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全新的启动工具 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117的这个默认的状态 我们时间长了没进来 所以它就关闭了 116里面的话默认也是一样 这它两个这个平保的区别 在117里面的话 我们速成如此 超级货 在116里面我们也可以 这个s速成如此 在116里面 我们还可以有check configure刚刚list 这样的工具 但是在117里面的话 我们check configure刚刚list 非常简单了 而且它告诉你 这个不再是作为这个check configure方式来去跑了 而是使用systemctl这个工具来完成 刚刚list 刚utis unit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当前正在运行的这个服务 和关闭掉的服务 通过这种方式来跑的 那么也就说原来的这个service check configure工具 从check configure工具 已经替换成我们的systemctl工具了 这是这要跟大家去替的 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然后在这个systemctl这里命令当中 以前我们要启动一个服务 在117里面启动 service autofs 不知道有没有 autofs 有的 autofs 比如说start 这个服务 autofsstart 而对于117来说 你可以用service autofsstart 它也行 它也行 但是这里默认没有装嘛 你可以systemctl ctl status autofs 默认没有 我们可以安装一个 diff一下 然后这里把光盘挂界上 关键上光盘 ok earmreportlist 这都是一样的 不管它还是一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viatc底下的earm.report cdrom.repo viat 在这里呢 要注意默认情况下呢 在16里面的话 我们挂接一个磁盘 我们来看一下 16里面挂接一个磁盘 链接 它是放在这个跟117的不同位置上面去的 我们diff一下 可以看到 这里是挂接在media 这个底下的 而对于 这个117来说 它是挂在runmedia Kevin 就是哪个用户在run起来的 多了个run目录 在run目录里面的话 有相应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希望这个使用它的话 我们就要写上 我们是 一个cdrom 然后name等于cdrom 然后base url 等于fill 双斜杠 你这里 说我要是放在这个底下怎么办呢 可以 没问题 你放就是了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copy一下 然后paste一下 ok 然后一样 jpg check 等于 0 enable 等于 1 yam install auto fs 这个 这里要看一下 must be htpfill fill 双斜杠 对 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这里复制的时候多了个空格 对吧 啊 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yam install yam install yam install auto fs 啊 啊 r r 好吧 啊 啊 挂机的时候有问题 我们再把它重新挂接一下 啊 第一位底下呢 sr0 到我们mnt去啊 df一下 啊 我们可以看到立刻run就没有了 就变成mnt了 那么我们这里呢 配置文件改一下啊 叫做什么cdrom啊 啊 放在哪了呢 放在mnt底下了 直接进入到mnt底下去 上斜杠啊 mnt 啊 mnt em install 啊 这个 o2fs 啊 安装都没有变过 跟1 6 一样 啊 然后在这边 对于这个 116 我们就要checkconfig-杠杠 list xfs outofs 啊 就可以看到啊 它是什么2345 是on的 呃 对于1 7来说 我们是同样的命是system control status 啊 查看 outofs 啊 默认outofs这边是这个 啊 disabled 啊 就相当于这边的是off状态 对116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 就是outofs on 啊 就可以了 然后或者是l2fs off 啊 我们可以这边看到它就off了 啊 on和off 对117来说我们需要的是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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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当于checkconfig-on 相当于116的checkconfig-on 然后要启动呢 就是system control start 然后auto fs 然后这里面不会有什么ok的回显 要想看状态 就直接这里 看到 start s 然后可以看到它是active running的状态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servicestart了 对应表 可以看到 当天的状态 查看这个服务的运行状态 stop 啊 就停止 啊 对于这个 啊 116来说我们就说啊 把auto fs stop 下来 这里是停止 out fs stop ok 然后在这里呢 117里面 也是stop 后面跟上auto fs 然后我们可以 states 看到当前呢 它是inactive dead的状态 然后start stop restart不说了 那么都一样啊 跟那个117 116 这个restart都是重启 reload 也是一样 这里提一下有一个mark 啊 这是mark干嘛的呢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auto fs 我们做system control mark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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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uto fs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把dv 底下能到这个auto service 啊 然后我们如果再想启动start s out fs 啊 它叫做能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enable 我们试一下 啊 把它启动 enable out fs 然后再来看 啊 一样没什么啊 然后再start outfs 啊 啊 它告诉你已经被mask 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被启动的 也就是说当你mask之后呢 这个服务呢 就在系统当中被从这个当前的状态下被剃除掉啊 整个这个状态就会被改变掉 也不会允许你再启动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呢 主要目的是为了标记某些服务是不需要启动 而且不能够被安装启动的 那么 呃 如果你现在不想 啊 就要把它有有umask um 啊 看一下 啊 啊 啊 这个就直接删除掉了啊 然后你等一下你再看啊 相应的 啊 status 啊 啊 他又回来了 所以在这边呢 呃 我们的这个使用方式和原来的116的使用方式 这个service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啊 所以在学习117的时候 其实要着重学习一下这个SystemD和SystemControl相关的这个内容 enable相当于checkconfig on enable checkconfig off 然后listdependencies 就是他们服务之间的一带关系 那么SystemD呢 是作为 代替116领域upstart的这个服务 其实SystemD和upstart都是基于实现的 而SystemD呢 会这个更加前卫一些 更加前卫一些 呃 现在那个有很大的争论啊 呃 这个SystemD呢太前卫了 像debian呢 嗯 再开会去讨论要不要上SystemD 而有很多人现在 有一小撮吧 一小撮人 在这个举行呐喊说 我们不要用SystemD 我们要替换掉它 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们 这个Linx这个 less better than more的思想 那么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集中 所以 未来117以后使用SystemD 这是定了 那么能使用多久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东西来替换它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在115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SystemV Init的方式启动 而到System 116里面又用upstart 117又用SystemD 那118 118到底会 有没有更大的提升 这里很难做这个 呃 肯定的回答给大家